有強大政治影響力的餐飲業工會 在拉斯維加斯舉行有聲勢的集會 這對希拉里克林頓來說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希拉里在競選演說中表達了對這個行業工會的支持 同時志在獲得民主黨的黨內提名 餐飲業工會是賭場以及度假地僱員的代表 該公會正試圖是組織當地酒店員工為辯論造勢 並邀請民主黨所有五名總統參選人 到拉斯維加斯舉行辯論 希拉里克林頓身穿著紅色上衣以及藍色長褲 他是唯一一個是跟工會人員穿著相同服裝的參選人 一年多以來,餐飲業工會一直努力 將特朗普酒店的員工組織起來 希拉里呼籲工人向唐納德特朗普說白 希拉里克林頓說大家必須要向阻止 將工人組織起來是努力 希拉里克林頓還表示 有人認為唐納德特朗普非常之風趣 但他就認為當有人侮辱移民 侮辱女性的時候 這個不是風趣 這種行為剛剛好是無法接受 因此當大家共同聚集在這裡的時候 大家也應該是要令特朗普先生知道 如果你想競選總統 你就應該代表全體美國人民 而不是應該阻礙工人組織起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